现在的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一百岁的老人也已经长有耳闻了 不过最近泰国冒出来一个号称三百九十九岁的老人 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位老人是泰国的一位僧人 名字叫做Luan Fo Yen 他的孙女最近一直在视频社交平台上发布他的视频 向世人介绍这位长寿的老人 据称他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四处云游 见证了许多王朝的兴衰 也经历了多次世界大战 然后开始隐居 直到最近 他的后人开始将他的视频发布到网上 才为人所知 从视频中看 这位老人受苦临寻 肌肤塌陷 确实很像是一位十分年迈的老人 因此还真有人相信他有三百九十九岁 可是这些人恐怕只看到了最新的视频 如果他们往前翻就会发现 最早期的视频对他年龄的说法是一百零九岁 这个数字听起来还可惜一点 后来视频又说 他有一百六十九岁 刚过去不到一个星期 他的年龄就变成三百九十九岁了 甚至到了后来 视频发布者又说老人是女性 短短一个星期内 年纪就增加了二百多岁 由此看来 这个年龄的真实性也不需要多说了 继续为止 科学家没有找到任何理论或者实际证据能够证明人类能够活到二百岁以上 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号称活了几百岁的人 但没有一个能够得到科学证明 令人质疑 目前比较得到认可的最常数人类是一位名叫Jean Kelmut的法国人 他保持的世界记录是112岁0 164天 死于1997年8月4日 这个数据听起来还算是核心理 但也遭受了巨大的质疑 他曾经接受了一系列的认知测试 结果表明 他的水平与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80到90岁的人差不多 而这和他女儿的年龄基本相同 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经常会把自己的丈夫和父亲搞错 在别的言辞方面也有许多矛盾之处 因此有人猜测 这位老人的真实身份就是Jean Kelmut的女儿 她为了逃避遗产税 假扮自己早在1934年就去世的母亲 至于真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 恐怕始终都是个谜了 基本没有争议的最长寿者 目前是一位名叫Keyne Tinaka的日本人 这位老奶奶出生于1903年1月2日 今年已经119岁了 2017年7月22日 比她更年长的另一位日本老人去世 Tinaka在2019年3月9日 得到了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官方认证 至今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长寿者的记录 我国也有非常长寿的老人 其中比较著名的 就是在去年12月16日去世的新疆老人 阿里米罕 色伊提了 据报道 这位老人出生于1886年6月25日 也就是清朝光绪年间 这么算下来 老人去世的时候已经135岁了 按说如此长寿的老人 甚至已经打破了Jean Kelmut的记录 应该是世界文明的 不过 这位新疆老奶奶 并没有得到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认定 所以 只是在我们国内被认可为最长寿老人 话说回来 人类到底能活多久呢 科学家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个理论 能够预测人类寿命的上限呢 你还别说 科学家们真的对人类的寿命上限 进行了不同理论的推测 咱们来聊一聊 有人根据哺乳动物的体型 进行了对寿命的预测 因为在自然界 像蓝鲸、大象这样的哺乳动物 的确比像老鼠、兔子之类的小型哺乳动物 寿命长得多 他们认为 动物的体型会影响散热情况 进而导致动物通过呼吸来维持体温 这是体型对寿命的影响 但根据这个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 人类寿命应该在15至20年之间 然而实际情况是 尽管体型差得很远 但人类的平均寿命和大象差不多 可见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也有人根据哺乳动物的脑容量 来计算生命的长度 并且也加入了体重的因素 提出了一个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 人类寿命可以达到92岁 看起来比较合理 其他动物的寿命也基本符合实际 但问题在于 目前没有什么科学理论支持这个公式 而且 不论是这个公式还是上面的理论 更多的都是基于统计学原理 有点归纳总结的味道 而不是从科学理论基础出发的 所以也遭受了一些质疑 根据哺乳动物的生命周期 来推测寿命上限 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科学基础的理论 有人发现 一种动物的寿命 可能与其性成熟的年龄相关 前者大概是后者的5至7倍 这么算下来 人类的寿命可以达到100至150岁 这个数字可能大了点 但似乎也并非遥不可及 随着人类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还是有可能的 除了这些理论之外 还有一种理论看起来更有权威性 那就是通过细胞分裂 我们知道 动物体内的细胞是在不断更新的 它们会通过分裂的方式将自己复制下去 继续支持动物的生命 可是说是复制 但新的细胞 似乎与原来的细胞并不完全相同 科学家发现 生物体内的细胞分裂次数是有限的 大概只能分裂50次 按照平均的分裂周期为2.4年计算 那么一个人的理论寿命可以达到120岁 不论是哪一种方法 不论是哪一种生物 至少目前都不可能完全按照这些理论活着 因为总会有意外死亡发生 甚至对于人类来说 还有猝死 重疾等等意外世界发生 注意健康的生活习惯 保持良好的心态 就有可能活得更久 当然了 就算生活在健康 心态再好 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活到399岁